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亲爱的大表姐 我是唐元 2019年的11月份 我的体重是236.8 睡觉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我要半握着 身子要坐起来一些 直接平躺的话 完全睡不了 肚子比较大嘛 上的肉球就瘀上来了 喘不上气 憋的那种感觉 别人也能看到的 明显觉得你已经病了 你胖病了 看 都已经用上这种 所以我开始去医院 检查之后 大夫给我的建议 就是让我切胃 当然我当时 非常坚定地跟他说 我说我可以 我能控制下来 首先我当时是有六高 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胆固醇 高甲 高尿酸 喝着很多药 然后再开始控制饮食 当时我是没有去运动的 疫情在家待了两个月 那会儿的体重 是从237斤 大概是到220 疫情回来 到北京的时候 那会儿因为也要居家办公嘛 大家看我的视频 应该知道 我一直在家做饭 尝试我 对 尝试我 之前没有尝试的东西 也get了很多 比如说什么发面 然后烙饼 还是做了什么面筋 烤猪蹄 各种的 半剪半不剪的时候 一直到2020年的6月份 我大概还是维持在一个 218左右的一个体重 在这个时候 我就突然进入了一个加速期 大概是6月份之后 我就开始彻底地 去改变我的饮食 每天去做一些低碳 低脂的一些食物给自己吃 看上去尝试 理想燃料的那种代餐 我现在还在吃 我现在吃的是15日的套餐 今天是第12天 我坚持得非常好 去年第一次吃的时候 是5日的一个套餐 好像只能喝这个 早餐停住了 很痛苦 但是我吃完了之后 我会发现 它能有效地改变我的饮食 它就像我减肥路上的 一个刹车工具 一下停住 把我的饮食的状态 给我调整回来 感觉它像你的几率 可代表 破坏了自己 该有的这些规则的时候 我出来管你一下 对 就是这样的 9月大概几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掉到200斤以下 就把酱压药停掉了 医生告诉我 你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 大概11月份的时候 我去找了健身教练 那会我就已经是190斤左右 我的教练更像一个纪律 课代表一样了 然后每天盯着我的一日三餐 盯着我的健身计划 我是一周去6天 在大概11月中旬左右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用再吃酱糖药了 就是断了这么久了 对 我今天早上起来 量的我的空腹的血糖是5.1 昨天是4.7 整个从减肥到现在 体重最轻的时候167 现在就一直维持在170左右 我今年大概这半年的时间 体重几乎没有变化 就是没有增也没有减 150到160之间 我是最理想的状态 感觉我今年可能达不到了 但是我绝对不能超出170 前一阵子因为去兴隆出差 出了很长时间 每天吃一些这种小饭店 睡得也不好 所以我就会变胖 到180.2 当时我就疯了 然后烫眼 他告诉我 他了百二了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吃理想燃料 到现在我已经非常轻松地 回复到170的体重了 最大的任务是要维持 他说这件事你要坚持6年 只有坚持到6年之后 就完全扭转 当那个时候你像正常人一样 偶尔得去吃一些炸鸡之类的东西 你也不会变胖 但是那是6年之后的事 我当时听了之后 被欣慰是吗 我欣慰个病 6年 有盼头了 在这个最后 要感谢我的好伙伴 理想燃料 今天是第12天 我已经成功地从我180.2 现在已经恢复到了170 理想燃料 这次让我能坚持得这么好的 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口感变了 我跟大家主要推荐一下这个 香蕉芝士味 贼好喝 其次 蜜瓜的那个 它里头加了奇亚籽 非常的好喝 这个有两个味道 一个是咖啡 另外一个是奶昔 感觉能量不迷 我用多了一些坚果 吃起来的话 嘴里面是有那种颗地感的 对 喝这些饮料 或者充饮的时候 你觉得口感不够甜 然后可以把这个加进去 白糖一样 对 但是完全没有负担 对 没有负担 那我们这次的减肥年度总结 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拜拜咯 我现在在家看青灰达1988 冲上一个理想燃料盒 哎呀 没冲开 让我再咬一咬 让我救着狗会儿 喝下它 嗯 今天不减肥 明日涂上杯 今天减了肥 狗会儿是我的 今天吃的是 平分莓果味 嗯 叫我围绕个质王好吗 求你了